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为何被称为中国版的西点军校 它究竟厉害在哪 大家好,我是启明 本期话题,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 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 不仅是我军重点建制的唯一一所机械化步兵学院 承担了我军机械化步兵指挥人才的培养 以及机械化步兵作战理论的研究 而且还对全球其他国家招生 先后已经有几十个国家的军事学员藏在该校学习 并且广受非洲国家的军事学院青睐 甚至先后为非洲国家培养了六位总统和八位国防部长 以及一百多位军队总司令 其余军事指挥人才更是不计其出 因此被誉为中国版西点军校 那非洲国家军事学院为何青睐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 因为非洲国家普遍军事实力有限 并且主要的军事力量只限于陆军 而且在经济实力相对其虚的情况下 也普遍更愿意采购物美价廉的中式坦克、装甲车等装备 再加上中国一直同非洲大多数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 从不干涉他国内政 在购买军事装备以及军事交流过程中 也从不附带任何战士条件 因此让很多非洲国家的军事学员 更喜欢来中国接受培训 而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就正好专业对口 而且凡是经过该校调教过的外籍学员 特别是非洲军事学员 回国后一般都能够在军事作战指挥能力上大放异彩 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培养的非洲学员究竟有多厉害呢 在非洲石家庄步院就是一个军事界的金字招牌 最早尝到甜头的就是号称东非解放军的坦桑尼亚军队 由于坦桑尼亚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尼雷尔高瞻援主 早在70年代左右就派了大量的军官到中国进修 结果直接在1978年乌干达狂人阿明对坦桑尼亚发动的侵略战争中防守反击成功 而且还一举推翻了阿明的独裁政权 这算是让石家庄步院一战成名 只不过当时其还不叫这个名字 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其实最早可追溯到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 后来经过不断的阉割 在2004年由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原氏校区和石家庄陆军学院 合并为后来的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 也就是简称的石家庄步院 不过在2017年石家庄步院再次经历合并 并且还扯出了一段与国防大学之间的恩怨 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与国防大学究竟有何恩怨 所谓的恩怨其实只是开玩笑 2016年已经独立的南苏丹又因为石油资源归属问题 与北苏丹爆发冲突 这一打表情直接成为了中国连纳军事院校之间的比拼 因为南苏丹军队的多数将领是在石家庄步院接受培训的 而北苏丹的很多军官则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最终南苏丹取得了胜利 这似乎让国防大学很没面子 甚至被网友调侃 国防大学直接在2017年合并了前者 但世界上并非如此 国防大学合并的只是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 而非石家庄机器化部门学院 石家庄机器化部门学院与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有何区别呢 虽然石家庄步院的一部分曾是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的一个校区 但早在2004年石家庄步院正式成立之后 二日就没有直接关联了 而且主要对外国军事学员招生的是石家庄步院 而非石家庄陆志 后者不仅不对外招生 而且也不招收普通的本科军事学员 招生对象 只有我军联级以上的干部 是培养我军指挥干部人才的进修院校 现在的名称为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 所以国防大学因为毕业的非洲学院 在战场上输给了石家庄步院的非洲毕业生 反而合并石家庄步院的调侃 只是一个正观理大的玩笑 不过石家庄步院倒是也在2017年被合并 只不过并入的不是国防大学 2017年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 位于南昌的陆军学院合并 成立全境的陆军步兵学院 合并之后的石家庄步院被称为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校区 合并之后的陆军步兵学院 也不再只培养机械化步兵的指挥人才 而是从作战指挥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 和装甲车辆工程 以及武器系统与工程 四个专业大类进行招生 以培养合成指挥人才 强强联合的陆军步兵学院 都取得了哪些优异的教学成绩呢 不仅先后为全军培养了20万的初级 终极军事指挥人才 而且为几十个国家先后 培养了4000多名的军事留学生 虽然石家庄不愿被撤销了 但合并后的陆军步兵学院 将会继续在国际军事界传播为名